本土一口气暴增10例 其中6例都是与西提群聚相关 曾到过西提中立中山店用餐的顾客 相继燃疫 案17903案17904 这对夫妻1月9号晚上 三代同堂共11人用餐 两人遭到感染 另外案17929案17931 也在同天用餐 另外还有两位是新竹某科大的社团老师和学生 案17932和案17933都确定燃疫 两位已经清楚了 他是在1790317904 就在这个蓝色的这个地方 是在1月9号晚上用餐 到底这些燃疫的民众都坐在哪里 座位图也曝光 先前确诊的两名又同级案17883和案17884 这对情侣 1月7号当天竟然都是与联邦银行的包厢紧铃 而1月9号案17847 也坐在确诊情侣坐过的位置 确诊夫妻一家11口 则是坐在包厢相隔一段距离 但距离联邦银行的尾压已经过了两天 为何还是染疫 对Omicron 其实因为它的跟呼吸道的清合力非常的强 其实当然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传染途径 由于香港有专家表示 Omicron已经不再是非目传染 而是更可怕的空气传染 当中的服务生其实是有确诊 然后整个的传染途径 借由它来传染 这个是要列入考虑 虽然餐厅目前未禁止内用 不过指挥中心要求餐厅要做好自身管理工作 这可能在内部的管理需要再多紧张一下 一时省正男就建议要到餐厅用餐时 务必要等到吃饭才摘下口罩 吃完就要赶快离开 另外高风险区域像是厕所 不要脱下口罩 上完也要记得消毒双手 至于要挑哪个位置比较不容易染疫 专家说进了密闭的餐厅 坐哪一样有风险 最好还是减少外出用餐比较安全 记者陈真冒陈佳伦 台北采访不到